加薩北部在乙军主舰往南进攻下 稍微得到了喘息机会 然而乙军在23日表示 有巴勒斯坦武装团体 从这里朝以色列发射火箭后 这个区域经历了数周以来 最激烈的炮火跟轰炸 巴勒斯坦民众的意志 已经被逼到了极限 我们都在一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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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据纳坦雅胡政府的发言人表示 乙军正在准备进攻拉法 一名不具名的乙军官员也透露 乙军已准备了 攻40万人居住的帐篷 如果纳坦雅胡下令 随时都能将拉法内的 巴勒斯坦民众撤出 对此美国国安顾问苏利文 向记者表示 白宫持续在和以色列沟通 同时向乙方表达了 有其他方式消灭哈马斯的看法 乙军二月进攻 加萨南部的纳瑟医院后 巴勒斯坦当局 自20日开始挖掘 持续在院内各处发现乱葬缸 因此除了苏利文外 美国国务院也同样表达了不安 另外哈马斯也在24日 释出了一名以色列人质近况的画面 呼吁以色列尽快重回谈判桌 这也引发了以色列民众不满政府 只为能让人质归国的抗议 怀疑新闻发言区最后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怀疑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